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次講過什麼叫電容器呢? 就是兩個導體互相絕緣 那這個系統就構成一個電容器 那電容器兩個基板帶著電荷 如果你是兼在電路上的話 它兩個基板的電荷一定是大小相等 符號相反 那麼因為有大小相等 符號相反的電荷 那麼電容器兩個基板之間就有電位差 於是我們就說這個電位差 Q的絕對值比算D 電壓就等於C 那這個C呢 就是電容器的電容 它是常數 那這個定義很重要 你要懂得定義 然後有一些關於電容器的電容 你才去做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求一下 給你們看一看 平行版電容器的電容 你要怎麼求 我們想定有一個平行版電容器 它是這樣的 兩個基板 我們把兩個基板都畫成兩條線 其實它不是兩條線 它是兩塊基板 這個面積是A 然後它的距離是D 我們說這個就是一個電容器 它即使不帶電 它也是電容器 它就是一個電容器 因為它是兩個導體 互相絕緣 就是一個電容器 那現在我們怎麼求它的電容呢 你怎麼求電容呢 那我們就從定義開始 我們說 什麼叫電容呢 就是Q 比上V 就叫做C 定義 Q是兩個基板 如果帶有一個正Q 一個負Q的電量 這個地方的V 就是V 那麼它就是C 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求它的C呢 那我們說 我可以 假設 我假設說 這個基板 帶著電量是Q 這個基板帶著電量是-Q 然後我再求它的電壓 因為電壓跟這個電量是有關的 我假設Q以後 求V 那我這兩個比一比 我就可以求出C 所以我們就要假設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假設 二 一句 其反 分別 其反 帶有Q 其反分別 其不Q之電量 我们假设这个以后就求它的电位 那么怎么求电位呢 我们以前做过 如果有两个无限大的导体 它的密度 电色密度 一个是正Sigma 一个是FullSigma 我们知道在当中的电塔 不过现在这个不是无限大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在电容器 做电容器的系统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两个几百之间的距离 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画是画这么大 其实你如果几百真的只有这么大 这个低只有几个毫米 所以这两个基板非常的靠近 当两个基板很靠近很靠近的时候 你在当中看这个基板 就好像是无限大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当做这个 跟这个带着电量一个正一个后 所以它当中的电力线都是平行的 只有旁边是弯曲的 它跟无穷大就差别在这里 边边一点 那我们现在说这一点点 我们就忽略不计好了 所以我们就要加一句话 说 若 边缘 效应 不济 就是说这一点点 我们忽略了 把它当做是一个 均匀的电场 那我们有高斯定律就知道电场是多少 有高斯定律 我们求过这个时候的一样 它是等于 方向是x方向 我们就写这样的 单位向量 这个是 sigma over epsinal zero 因为你出来一个单位向量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坐标表示方向 这个是x轴 这个地方是零 这个地方是b 那x呢 单位向量就是这个方向 好 Sigma 我们妈妈乌乌把这个电荷 当做是均匀分布在这个基板上 均匀分布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q over a 乘上 y0 电场有了,我们现在要求V V就是Voltage 从负极,从一极到另外一极 那么它就是等于1.dl 现在是从x等于0到x等于d 那这个,因为它是x的函数 它是x方向,x.dl就是dx 因此,这个就是变成1.dx from0 to d 因为电场是这个,这个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提出来 A over y0 这个上下线代替去就是这个 V就求出来了 有了V,有了Q 我们把这个代入第一次 那我们就得C呢 是等于Q over v 所以它就等于y0 y0 A over d 所以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想各位都很熟悉 那你要知道我们怎么求出来 怎么把它做出来 那么我们发现最后的电容器啊 的电容 它跟电量没有关系 你看上面没有Q 也没有Voltage 它只有什么? 极板的面积 两个极板之间的间隔 这个是跟绝轮材料有关 因为我们是空气绝轮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电容器的电容 与电量跟电位没有关系 只跟这个电容器的大小规格 跟绝轮材料有关 这个要记住 这就是一个基本概念 你要把这个记住 那么 我们再赶快看另外一个 如果我们有 同心球科电容器 如果我们有 这个是RA 这个是RB 这个是RB 当中是空气绝缘 那这个电容是什么? Q QC 它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说 它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就是给这个规格 大小规格而已 那我们就说 有 C等于 Q OV 这个是 定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假设 你可以假设Q 然后求B 也可以假设 两个几百之间的电压 然后求Q 所以我们还是 其实还是设 内外 求可 分别带 正Q 于复Q 是电量 有了Q 然后就可以求V 那么V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比如说 V 就等于 E DL 从A到B 那就是说 我这个基本上的一点 A 这个基本上 取它一点B AB就是两个几百之间的电压 好 用这个呢 假如我用这个求电位 那你必须要知道电场呢 知道电场才能求啊 好 那怎么求电场呢 我们假设这个电荷是均匀分布 那就是球状的对称分布 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荷 球电场很简单 我们就用高斯定律就好了 所以我们由 高斯定律 我们的 因为做过 这个题目我们做过 它就是你要现在做一个高斯定在这个当中 R大于RA小于RD 可以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的E 它是等于 4π 所以 R 这个 R呢 是大于RA 小于RB 可以 大于等于都可以 那现在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 所以带入 第二个式子 那V就等于 那这两个一dot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它就是4π ε0 q 这是平方 R平方 R Universal.dL 就变成 ER 所以这里是从RA 到RB 那这个我们已经集太多次了 这个 很简单 它就等于 所以 现在的 V呢 我们就 那边直接等于过来 等于 4π ε0 ra分之一 减到R b分之一 你把这两个 有个Q 有个Q 好 那么 Q有了 这边是V 对不对 所以把它带入 第一是 我们就得C 是等于Q over V 就是4π ε0 ra分之一 减掉 rb分之一 我们可以把这个 挂成这样子 rb minus ra 然后是4π y0 rb ra 最后是这种形态 你看这个形态 跟这个形态又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这个是同心球可电容器的电容 所以它的形式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 电容的公式就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它们电容器的电容 跟电荷 跟电容器带的电量没关系 跟两个极板的电压没有关系 只是跟这些大小规格 像ra多大呀 rb多大呀 还有 它的绝缘材料有关 那么这个是 这种也是常用的 以后也会时常用到 那么再看一种 我们再看一个特别的 这个是ra 这个是rb 那它高呢 是h 这两个是导体 原住可 而且我们还是要求c 好 那现在怎么求 求c的话 一样呢 你只给我规格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 从定义来做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 就是 我们第一个是 c 是等于 q over b 我们这个 q over b 好 那么 我们去假设q 啊 我们假设 内 外 原住和 分别 看 正q 与 复q 之 这里有电荷 那这个当中 就会有 voltage 我们假设这个是 a点 这个是b点 那我们说这个 voltage 就等于 电场 dot dl 到 from a to b 那你现在要知道 电场才能积分呢 那电场呢 我们以前学过什么呢 如果这个圆柱 这个圆柱啊 这个圆柱啊 这个圆柱体 它是无限长的话 我们求过它的 呃 求过它的电场 那现在它不是无限长欸 不是无限长 就是说这两个圆柱 都不是无限长 但是因为这个距离非常短 就是说它们之间的间隔啊 非常短 所以呢 它这个当中的电场是 辐射状的 辐射状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都是辐射状的 都是辐射状的 只有边边的会弯曲 边边会弯曲 这边边差一点 那我们就说 这个边边呢 其实只差一点点 那我们还是可以把 当中这个当作是 一个均匀的电场 就是说 大小方向都是一样的 都是辐射状的出去 那我们就 还是假设 假设 不是啊 不是啊 边 边缘效应 无济 边缘效应 无济 你这句话写了以后啊 你就可以用高斯定律的结果 来 来 做他的金赋 去 所以我们用 啊 用这个式的 得 如果你没有用这句 这句话没写 你用这个 就错 啊 那句话 你不写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 就错 因为 他只能用的什么 对称 就是 圆柱状的对称 你无线长 是对称的 就是说 无线长的话 你不论在哪一点 看它都是无线长 啊 所以 每一点的变长都一样 但是有 有线长的话呢 你在这里呢 靠近边端 在这里 靠近肛中 不一样了 已经 看出不一样来了 所以他们的变长就不是常数啊 以前那个结果就不能用啊 因此呢 你有这句话以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啊 那么我们就得 1 是 等于 也是 r univectal 2 pi epsilon 0 r 分之 lamina 这个 r 是在 r a 跟r d 之间 那 lamina呢 是 是单位长度的电量 那我们现在整个 h长的电量是 q 那么 它被h来除就是单位长度的电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写成 q over h h 那这个造写 2pi epsilon 0 r 还有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入第二诗 第二诗 第二诗 我们就得 voltage h 这个 df 那它就变成 2pi epsilon 0 h 分之 q 里头就是 r分之 1r from ra to rb x 6 0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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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个啊 这H啊 什么啊 有钱我都有两个 都有一个啊 那么 2π ε0 H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H 我们的C呢 就算于 Q over V 就得以代入第一式了 就得以2π ε0H over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 A OK 会不会做 好 告诉你方法就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特别的一个情况 你知道这句话都重要了 你写的这句话才可以用这个结果 好 一句话不写不可以用啊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我有两条 一条 电缆线 这是一条 一条电缆线 它是圆柱状的 无线长 无线长 平行的 这两个是平行的 这两个是平行的 A 假定是 D 这个 都是A 这个半径都是A 这个半径也是A 无线长 求 这一套 这两个电缆线 它们已经构成一个电容器了 那么它单位长度的电容是多少 因为它无线长 所以我们不能求它 无线长的电容 就等于是无线大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求它单位长度的电容 我们前面怎么做 你现在就怎么做啊 前面我们 啊 我们 有定义来啊 C 要等于 Q over V C 等于 Q over V 好 现在我们就假定 假定 假定 我们假定说 这个可以变成 Lemina 乘L Over V 那 L 最后是 Approaches Infinity 无线长 无线长 我们不能写无线大极具啊 那么 于是呢 C Over L 它就等于 所谓的 CL 就是 单位长度的电容 单位长度的电容 就等于 Lemina Over V 好 我们把这个当作第一式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假设 带电量 我假设 假设 假设 二 电缆线 分别 带 正Lemina 即 付Lemina 之 电荷 密度 电荷密度 那我们就可以求V V等于什么 还是用电场来做 如果 我们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 半径已经讲说是A了 我们 B 那是A 我们令它是大A 这一点呢 大B 两点 从A点 到B点 二 好 那么 现在你要求电场 求V 才能求V 那电场怎么求呢 我们以前求过什么 如果这是无线长的一个导 一个电缆线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 电场是什么 就跟我们刚刚这个一样 对不对 那它现在是无线长 不过 我们先这么说 你能不能用高斯定律 就算你是无线长 现在可以用高斯定律 成电场 不过 它不是单一的 它只有一个电缆在这里 或者像我们刚刚那种 同轴的圆柱壳状 你可以用高斯定律 这个 两个这样子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呢 因为 一个是正Lamina 一个是负Lamina 正电跟负电会吸引 所以 靠这个边边 靠内侧 密度都比较大 靠外侧密度都比较小 那它的电荷密度 整个导体上分布的布均 不是这种对称的 不是圆柱壮的对称 就不能用高斯定律 就不可以用 那怎么办 不用就求不出来 你要用它又不合条件 这个时候 这个题目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D 远大于A的时候 两个 电缆线的距离 比起一个电缆线的规格 它的半径 要大得多 你看你这个越大的话 分开越大 它们彼此的吸引力就比较小 所以 这个电荷密度会比较少 就多一点分配到旁边去 你再远一点的话 再多一点分配到旁边去 如果你够远的话 如果在无限远 那它就是对称了 对不对 就是对称了 所以我们说 当D远大于A的时候 我们说 当D远大于A的时候 我们可 可将 南线上 南线上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把电荷的分布 每一条南线上的电荷分布 当做是圆柱状的对称 那就可以用高湿定律 对不对 反正 高湿定律 这就是 对称了 要等于 R unit vector plus λ2π ε0 R 我们当做这样子 一彎就是由這個地方產生的 距離這個軸 R遠處 R遠處 這個地方的橫距 再換 這個地方是R 這個是R 到這個地方 我畫得太近了 我畫得太近了 這個距離是R 這個距離 就是D-2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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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這也是朝這邊 λ2πx0r-d 我們已經把這個方向動過來了 如果你要戴符號的話 它的方向是朝負二方向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更正在這一點 所以總面查 就等於E1加E2 把E1加E2 它就變成2πx0 分之λ可以提出來 裡頭呢 就變成r分之1 減加上r-d分之1 變加 然後我們把這個代入第二式 代入第二式 我們這個叫Voltage 是等於這個 把這個提出來 2πx0分之11 然後裡頭是r分之1 加上r-d 加上r-d d-r 二是從零,二是從二的到右邊的 整個導體是等位幾的 從這裡到這裡,這一點距離零是多少呢? A,距離軸是A遠 那一邊呢? 那一邊在這裡,這個地方也是A 所以它是什麼?D-J D-J D-J 那現在就可以幾分了 它就等於 Lamina 2pi Y0 Natural algorithm R 然後這個R是從 我們就一起來 D-J 減掉 Natural algorithm D-R 然後這個是從 R等於A 到R等於B-A 然後把這個帶進去 然後把這個帶進去 它等於2pi Y0 分之Lamina 好 你這個帶進去 就是Natural algorithm D-J D-J Oper-A 這個帶進去 D-J D- sta D-J 那就變成Log A D-J A 置其他 你怎麼能 bakub 它就等於2πη0分之λ 這兩個一除就變成平方 我們可以把2提到前面來 就等於πη0分之λ d解 因為d遠大於a 所以這個很小的數字 我看看這個可不可以 這好像不能夠去到 可以可以 這個比它小很多 所以可以不要看 所以它可以慢慢描述 πη0分之λ d over 2 那我們這裡是說 d遠大於a 那這個是Voltage 那Cl呢 Cl呢 Cl你說你把它代為第一式也可以 或者之前有 Cl是Lemina over V 你把這個代替句 再來畫它比較好 再來畫比較好 我們這裡 我們可以先不要畫它 那就變成Lemina over V 那就是πη0 本來應該應該是這樣子 D-A over A 我們可以慢慢的寫成 πη0 Natural Rhythm D of A 你這裡可以先不要畫 這個地方先不要畫 到最後我們再來畫 我們說這個是d遠大於a 所以我們很多情況 不是那麼理想 這個 兩個距離 哪些距離很近的時候 使得它的電荷的分布 不是球狀對著你 就不能做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假設這麼一個狀況 才能做 以上就是介紹 我們怎麼求電容器 電容